德米拉、米哈尔伊洛夫纳、哈夫利秦科是苏联英雄、海军少将,年轻时曾是一位十分漂亮的姑娘,她那天真纯洁而又充满活力的大眼睛中透露出世人少有的坚毅,谁都很难想象正是这样一位年轻美丽的姑娘,竟然是一名出色的狙击手。 在奥德萨和塞瓦斯托波尔的战役当中,一共击毙了309名德军,创造了金国不让须眉的狙击神话,她也是在射杀人数超过300人的25名著名狙击手当中唯一的女性。 1941年6月22日,德国入侵苏联时,柳德米拉已经是24岁的基辅国立大学主修历史的学生了。 和许多同学一样,柳德米拉报名参加了红军,她近乎标准的女军人仪表赢得了招兵军官的青睐,但是她却表示希望拿起一支步枪到前线直接打击敌人。 招兵军官笑了起来,问她知道多少关于步枪的知识,柳德米拉马上熟练地操起了瞄准的架势,但是军官仍然试图劝说柳德米拉作为一个战地护士,但是被柳德米拉没有伤用余地地拒绝了。 最终,柳德米拉参加了红军,到25步兵师做了一名步枪射手。 1941年8月,第25步兵师奉命保卫一个位于巴亚米叶夫卡附近极具价值的山头。 在巴亚叶夫卡附近的一个村落里,柳德米拉获得了她的头两个战果。 柳德米拉和一个观察兵一道活动,武器是一支带有P14瞄准距的7.02毫米直击步枪,这五发弹舱的步枪出速度是每秒2800英尺, 有效射程超过600码,是当时最好的指击步枪之一。 在奥德萨作战的两个半月里,柳德米拉一共打死了187个敌人。 当奥德萨确实已经无法坚守时,苏军独立平海集群撤往塞尔斯瓦托波尔。 在接下来的残酷战斗中,柳德米拉于1942年6月被德军炮弹所炸伤。 根据最高统帅斯大林本人的命令,柳德米拉成全体撤往塞尔斯瓦托波尔。 到这时,他的战国已经达到惊人的309个,柳德米拉随即被塑造成了一个了不起的女英雄。 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后,柳德米拉访问了美国,成为第一个被弗兰克里·罗斯福总统接见的苏联公民。 随后,柳德米拉在每周继续访问,他来到加拿大,在演讲里讲述自己的经历。 回国后,晋升晋任军少校的柳德米拉从未再参加过战斗了。 1943年10月25日,他被授予苏联英雄的荣誉称号和军心勋章。 战后的1945年至1953年间,他在苏联海军供职,并晋升海军少将军衔。 柳德米拉从海军退役后,就在苏联军事支援辅助委员会供职。 1974年10月10日,柳德米拉不幸逝世,年仅58岁,被安排了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